台中市7个行政区21号开始停水47个小时 23号早上才恢复工水 没有想到不到24小时 大理区和信街在今天清晨5点多 开始出现漏水的情况 一次是因为管县老旧破裂漏水 导致一共有8000多户无水可用 心情就像是洗三温暖一样 自来水公司货报之后 也紧急的派人抢修 幸好在下午1点左右已经恢复工水 清晨4 5点 天头还没亮 民宅前的路面却不断有水 哗啦啦的冒出来 整条马路湿大大一片 透过监视器画面 可以看到水慢慢沿过来 民众一早起床发现 不仅没水可用 水还沿进店里头 民众抱怨连连 事后自来水公司接获通报 也紧急派人到场开挖进行抢修 发现原来是管线太过老旧 现在各地水情拉紧爆水资源相当的珍贵 21号因为管线工程 台中市七大行政区才大停水 47小时 23号早上恢复工水 不到20小时 大理区又发生爆水管 8000多户的居民受影响 心情像在洗三温暖一样 幸好水公司只花了半天时间 就紧急修复 恢复正常供税 谢谢讲 陈时杰台中报道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